和肥作为它最大的研发和生产基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和肥京东方的展厅 手机 电脑 电视 可以说站在这个展厅 这样的感受尤为强烈 除了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4K 8K的显示屏之外 在这里还有这些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内容 甚至可以悬挂自己的全家福 喜好来选择不同的风景 在这边还有像这样的健身镜 健康镜 它上面可以显示最新的天气情况 空气质量 包括当天的热点新闻 甚至它还可以成为大家的健身教练 很多人看产品都觉得非常的熟悉 其实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些 并不是什么最新的已经开始量产 并且出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当中 而在后代线 8.5代线 还有10.5代线 所谓不同的是它可以裁剪成3.65英寸的液晶屏幕 而现在的10.5代线可以裁成真月13 但是在合肥京东方的工厂已经是开足马力 正在满负荷的生产赶制着新一年的订单 现在在合肥以京东方这样的龙头23家 2021年实现产值792亿元同比增长 在智能语音领域同样如此 而所有的这些智能终端都是基于训飞开放平台 而这样的智能语音技术除了像这样的大型会议系统之外 它还可以被应用在这样的智能终端 像这样的翻译机 作为国家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目前科大训飞已经将466项AI能力和方案开放出去 我用冰吞吞吞 雪茸茸 比如说如果现在冰吞吞特别火 我们想要换成这个冰吞吞呢 把它搅拌下去 这样子吧 因为传统的纸质的胸骸不一样的 它这个是一块数字的胸骸 它那有黑白 你开始了 感谢观看